接着来看到美国还有乌克兰 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双边合作协议 显示美国力挺乌克兰的立场并不变 可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是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G7会议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并且签署了这项历史性的协议 协议当中就包含了未来俄罗斯 发动任何武装攻击 美国以及乌克兰都必须要在24小时内 进行最高层级的会议 美国也承诺将会加强 与乌克兰军队的合作进行训练 同时也会促进乌克兰国内武器产业等资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形容 这是抗二作战历史性的一刻